大家好 这一晃下午了16点02分了 4月4号 是礼拜一吗 有点过懵了 过晕了哈 刚才看到了一个报道啊 这个看到我这个眼眶都湿润了 啊 这个今年啊 4月2号吧 今天4月4号了 前天 是这个英国啊 和阿根廷爆发这个叫马岛战争吧 马尔维纳斯群岛啊 或者叫福克兰群岛战争 一般都叫马岛战争啊 这个两国在1982年打了一仗 这个这个新闻报道后来他采访了这个 哎 这个 哎呦 这个心情啊 我心情有点压抑 一个阿根廷吧 一个士兵啊 阿根廷士兵 阿根廷好像死了600多人啊 英国死了200多人 那个有一个士兵的他的妹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我这种人不适合做这种油管的ών外幕啊 太 ... 哎呀太太动感情了 这个他那个哥哥死了 然后他的父母就特别痛苦 就接受不了啊 后来就有一年 这个英国和阿根廷吧 好像有一场足球比赛 马拉多纳好像所谓的上帝之手 他好像用手把那球碰到了那个 那个英国的大门里 好像那次是世界杯啊 是什么比赛啊 反正是这个赢了 这个阿根廷赢了 举国欢腾 然后这个女的说 他的父亲特别激动 就好像是为了这个 好像他儿子啊 死了之后 他们家的那种的不叫冤屈吧 就那种受压抑 然后痛苦的状态 好像一下子就给扭转了 好像是这个样子啊 完了就是那个说谢谢 啊就说谢谢爹哥 爹哥就是迪亚狗 迪亚狗就是那个马拉多纳啊 就说谢谢你 好像给我们就那意思出了一口气啊 是吧 是吧 当然后来这个女孩 这个女的 现在也是中老年人了 这都40年前的事了 然后他又和这个英国 也是一个失去了兄长的一个英国女孩 两人见得联系 两个人还聊一聊天啊 什么的 反正 他们阿根廷是说西班牙语的 英国当然说的是英语 两个人可能用翻译软件啊 还聊一聊 反正刚才看到那个我还真的心情挺复杂的啊 因为那会儿吧 是82年 82年我已经有10岁多一点了啊 那会儿我父亲呢 在单位 我父亲就是特别的老师本分 然后比较廉洁啊 也没当什么大官吧 一辈子最多也得当一个副科级 最早还是工人 也是卖力气的啊 也是这个啊 干体力活的 后来当一个副科级 那会儿我爸 特别的 从来不占公家便宜 有人给我们家送礼 找到家里来 那会儿都是那种类似于 准熟人社会啊 三打听两打听 找到我们家来了 啊 然后那个敲门 我妈不给开门 我们家是单独有个小院子 我们家是从胡同口数的第四家 两条鱼好像是扔到我们家院里 然后扔完了就跑了 我妈是把大门插上 不让他进 我妈也是不占人便宜的人 然后后来回来之后 我爸把那两条鱼给滴了上 好像也认识他们家吧 据说是啊 那会儿我小 反正给人送回去了 这共产党里边也有一些人比较好 是吧 当然这个体制本身是存在 用我的话叫根本性缺陷 这个劣币驱逐良弊 腐败是主流 是吧 然后呢 这个 那会儿我爸唯一占公家点便宜 就是每天 拿那个参考消息来 参考消息来拿回家让我看 我从小也喜欢看 看书 我还喜欢画画 剪纸啊 喜欢这东西 那会儿好像有三大热点 从七十年代末 首先是苏联侵略阿富汗 那会儿什么那个 列昂尼德 伯利尔涅夫 是吧 然后有这个阿富汗卡尔迈勒 什么马苏德 是吧 塔吉克族的英雄 然后还有一个是波兰 雅鲁泽尔斯基 波兰统一工人党 还有瓦文萨团结工会 那会儿那个参考消息上 天天出现这些人 再有就是这个英阿玛岛战争 对吧 当时的铁娘子撒切尔 阿根廷的总统加尔铁礼 是吧 这个英国击沉了一艘 这个阿根廷的轻型巡洋舰 叫贝尔格拉诺将军号 然后英国阿根廷呢 又用这个法国 从法国买的超军旗 超级军旗 这个战斗轰炸机吧 战斗机 又发射了 好像叫鱼叉导弹 叫鱼叉 还是叫飞鱼导弹 又这个击沉了英国的一艘 护卫舰吧 好像叫谢菲尔德号 当然还损失了 双方的损失不止这一点啊 好像那块还有什么南桑德威奇岛 什么南乔治亚岛 什么首府叫斯坦利港 然后有这个什么东福克兰岛 西福克兰岛 两大岛 是吧 完了之后 还有各国都站队啊 拉丁美洲 基本上站队在阿根廷这边 除了智利 智利也是独裁者 跟加尔提里一样 他是皮诺切特将军 但是呢 他们两国打过仗 阿根廷和智利啊 邻居往往闹矛盾 同行往往是冤家啊 闹过矛盾 所以他向英军提供军事情报 还有美国人 美国人和这个和德国人啊 情报部门 好像利用一个在瑞士注册的一个 做通信软体的公司 窃听阿根廷的情报啊 那会中国基本上是中立吧 表面上站在穷国 第三世界一边 中国一般是就是耍嘴 反正表面上是吧 利益最大化 中国是这样啊 后来那个就开始中英谈判 收回香港 所谓的九七回归啊 好像那会儿撒切尔打赢了 正是挺狂 是吧 来中国人民大会堂 在那个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 撒切尔夫人突然跌倒了 可能是高跟鞋 哭叉一下倒了 后来有人说是什么为中国 什么鸦片战争以来 向中国犯的罪来谢罪的 是吧 邓小平叼着烟 是吧 那会儿反正西方也没有实行禁烟啊 到06年 向西班牙才开始禁烟 之前那个 那个那个抽烟的这些人 也是在那个办公室 这个是吧 云雾缭绕 你得吸二手烟啊 邓小平抽着烟 熊猫牌香烟 这哥一谈云 是吧 这个抽烟抽多了 咔 一口谈 吐在那个谈云里 是吧 反正是挺麻烦啊 他们后来有一个中英秘密谈判 英国的外相好像叫贺德 和中国的叫鲁平吧 港澳办的主任鲁平 外交部的是 还不是前提申 吴学谦 还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 黄华 好像就这批人 还有一个人忘了 有没有姬鹏飞啊 后来总参三部副部长 姬胜德他爹 是吧 反正这批人 他们秘密谈判 就在这个台机场头条 外交部的叫国际问题研究所 原来解放前吧 1949前吧 好像是 奥匈帝国呀 还是南斯拉夫驻华使馆啊 就在那儿 正好巧了 那是我的客户 是吧 我看昨天有人留言说啊 祝侃爷和他的客户们 周末快乐 也有的人说 你真讨厌 我弄死你丫顶的 你啊能不能不提客户 说你这孙子 能不能不提客户了 是吧 不提客户可以 是吧 聊呗 是吧 痛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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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